深圳90%以上的用水来自于东江 而东江流域正遭遇自1963年以来最严重旱情 深圳正遭遇58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官方除了紧急发布用水倡议书 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也坦言将对民生用水进行限制管控 我们要求供水企业要精准分压供水 就是要降低广网的供水压力 届时可能会影响一部分区域的多层 用户的用水体验 我们现在的热水器离我们的洗手间有一段距离 它的前面一段水是冷的 我们家就是用桶来接住这个水 一个是我们还可以洗一点我们的小衣服 不浪费一滴水甚至还要想办法重复利用 因为深圳三座水库的水量已经比往年少了55% 被誉为大陆矽谷的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蓬勃 每年工业用水就占了全市总用水量将近四分之一 专家预判限水措施恐怕会持续到2022年 受到汉情影响到明年5月份之前 深圳每天的供水量有100万吨的缺口 除了深圳包括广州 东莞也都先后宣布将进行限水 专家分析这次大汉原因 除了降水减少外 还包括闲潮上诉以及后疫情时期 大批工厂复工用水量急速剧增有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